低价税在11月份开征 地方税务局提醒 如果有适用优惠税率或者是减免的民众 务必在9月22号前向税捐机关提出申请 当年度的低价税才可以享有优惠的税率 而今年9月22号适逢假日 因此申请的日期得以顺延到9月23号 请民众要特别注意以确保自身的权益 低价税在11月份开征 地方税务局提醒如果有适用优惠税率 或者是减免的民众 务必要在9月22号前向税捐机关提出申请 当年度的低价税才可以享有优惠税率 我们低价税是在11月份开征 一次缴纳是一整年的低价税 民众如果有符合到低价税各项的优惠税率 或者是减免的规定 一定要在当年的9月22号以前 向所属各地的地方税基政机关提出申请 才有办法在当年度适用 如果预期申请的话 就只能在次年才可以适用 我先举例以民众最关心的 自用住宅用力税率来说 它的税率是千分之二 跟我们一般用力税率千分之十 跟累进到千分之五十五 相差的数倍甚至数十倍之多 如果说土地有符合 就土地所有人配偶或是 是直系亲属有半郡户籍登记 那没有供出租或营业使用 而且土地上面的建物也是 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所有 在符合这些条件下 同时也要在9月22号当之前 那向我们提出申请 当年度才有办法适用 7年9月22号适逢假日 因此申请日期得以顺延到9月23 请民众要特别注意 以确保自身的权益 有任何税务问题 也可以向花莲县地方税务局来洽询 解论会欢迎室报道